我正宗公開道歉 吃什麼紙珠 打卡 打卡 帶來了 畢業之前 最後一個 公開可以放的假期 今天真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今天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 E4 新的一天假期 我就最近在放假 理論上是 Year 6 之前 應該說畢業之前 最後一個 公開可以放的假期 所以想記錄一下 E4 新的一天 如果是假期的話 到底會怎樣過呢? 還有想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關於我的日常 現在的時間 已經是剛剛好 搭正早10點 所以 我要快點 完成我的 正式morning routine 這個是我這個冬天 才開始做的一個routine 看起來 應該會沒有這麼乾燥 應該 希望有這樣的效果 今天就化個妝仔 這個應該會是我 E4 新的一天系列的一段 是 不是素顏的 出鏡的片 我發覺 我的觀眾們 好像 對一些 只化妝的片 就不是 真的 那麼興趣 所以 化妝的部分 很快就完了 登登 因為我用了新的耳眉液 沒有平時的眉毛那麼黑 先試一下 這個是 完全真實的100%日術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是什麼呢? 就是 學 學韓文 和溫習 我就不是上課 這樣學 因為 異文 有點抵 所以 我的韓文學習 發佈 Folder 就是 現在主要在用這個app 有些類似 我會講解 每個人要怎麼用 OK itololul 这一個是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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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挑戰題 以前做練習的 有粒性的挑戰題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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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Effert Chic Sahada 我的肚子 咯咯咯咯了一下 登登 跟大家介紹我的午餐menu 這個是五谷飯 這個是十雞胸肉 這個是十山菜 所以是超級清淡的combo 最近發覺其實這樣對我自己來說未必很好 本身已經是有點吃不肥 再加上吃得這麼清淡 都真的很容易會再瘦下去 最近都沒辦法 都要繼續吃得這麼清淡 因為我前陣子剛剛去日本那時已經腸胃移民 回到現在都未完全好得完 Netflix送飯 會不會有版權問題 穿了這版 好了 午餐都吃完了 現在就開始溫習 溫的東西就是去 溫定 接下來年六準備應該要學的東西 我第一歲是Sikai 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歡Sikai 所以就變成自己提早讀的動力更加高 可以展示了一品給大家看 藥本身有自己的藥名 類似一個學名 也有那個品牌 那個藥廠出 所以也有另一個名 我發覺通常醫生都是直接說 藥廠出的那個藥的那個名 而不是直接說藥本身的名字是什麼 好像有點複雜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對醫生來說 比較進行的東西 先學好一些東西 我之前去的接觸 都是直接有個醫生帶著 整天的 但這次的接觸 我是跟了現在真的在那間醫院上課 的 年六的 那一組去上課 但就很幸運 這個機率 有多小 真的不懂 我加入那組 就是之前跟我拍過影片的 各位朋友 師兄和師兄的組 裡面的人都超級nice 他們甚至乎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Clarke Case 所以這個真的 很幸運 命運 哈哈 哇 好啦 現在都差不多 收拾了幾個attachment 的內容 那現在就 出去 有下個schedule 那下個schedule是什麼呢? 看開E4新DR10系列的觀眾呢? 應該不多不少都會猜到一點 那現在呢 就 再弄一弄個頭 就出去了 哇 這裡死亡燈光 珠珠你看 珠珠 有什麼不同 對啊 這個是第一次用 厲害 還有呢? 還有很明顯不同的東西 觀眾看不看到嗎? 觀眾今天有留意 看前面的影片應該會知道 到底是什麼呢? 不是咯 眼線一樣的 外面 你猜 不是喔 今天白了嗎 對呀 差不多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跟我的手差不多白了 珠珠你差不多說完 你就差一個話沒說 調味不同 對啊 有什麼不同 有啡色 喔 因為我最近在看顏色 可不可以給觀眾看 嘩 好毒啊 不毒 大家看看 召喚無形油 各位無形青 這個是我男朋友自己砌的 光是他自己弄的 珠珠你幫我拍的照 好看過你幫我拍的照 這個叫RX78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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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78 蛤 蛤 蛤 我會不會被人嚴上 有機會 蛤 各位熱愛無形的夥伴 我剛剛 我剛剛認不出風鈴 很對不起 鄭重公開道歉 但是呢 念在我送了五大盒 再大一點的PGU給男朋友 PGU是RX78 我知道 所以念在這個份上 大家不要嚴上我 我會努力學習模型知識 哈哈 可以吃嗎 吃吧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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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clean 打卡 打卡 就穿了一件背心 然後再加上一件超級大件的格仔 當愛衣服 去應付這個不太冷的冬天夜晚 Hello各位 沒錯 我上完跳舞堂了 現在獨自在夜晚的街道上 嘩 等等風 夜晚的街道上 走回家 今天真的很貴 本身本身的力量不太好 又未病好 又吃了金舞藥 去日本前前後後的時間 都少跳了很多舞 今天就 但是是開心的 釋放一天的壓力 其實放假也沒什麼壓力 不過也要做運動釋放一下壓力 今天是特別多人 我想我真的上課 看到鏡子的時間 可能隔起來真的只有幾分鐘 因為真的太誇張了 簡直是印碟人 嘩 等等 我的左手手臂已經開始酸了 拿著了幾分鐘 因為我的右手還拿著相機袋 還有這支水 嘩 等等先好累 所以在這個夜晚的時分 比較適合的就是講心事 是不是 平時拍E4 Sunday一天 都真的很多事情要想過度過 計劃好去實行 但是今天這個 E4 Sunday一天假期 就真的純粹 展示給大家看 到底ANGEL的一天 是怎樣過的呢 這個是我日常的其中一個部分 都不是每日生活的全貌 如果看一日就是生活的全貌 那我的人生都應該過得 挺平淡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我也是最近聽了不同人的意見 就發覺 可能大家對於我的真的日常生活 都會好奇喔 我的左手手臂 希望大家喜歡啦 這類型的影片我又拍得輕鬆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 那就收傳十尾啦 好啦 那就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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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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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多點鹽給我 沒錯 記得follow我的IG 未來都year6啊 所以預計 我更新youtube有機會會再慢一點 那所以 記得follow我的IG啦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幫我 我 我